天气一凉早上要起床就特别的难过 对不对 要起床去上班比较勉强了 很多人说没有喝一杯咖啡 简直醒不过来 那么之前平价咖啡的歌喉站 速食店开打 现在战火烧到了 这个 以前是在这个便利商店 现在烧到了速食业了 有的是买一送一 有的是有特价 一切都是为了要抢一年 有高达200亿的咖啡商机 黑浓香醇的咖啡 从机器中流出来 就是这种香味 让人不得不掏出荷包 来速食店除了吃汉堡 啃炸机之外 越来越多民众喜欢配杯咖啡 来享受 就是看好这样的生机 现在速食连锁业者摩拳擦掌 掀起了咖啡大战 麦当劳摩斯都推出了新口味咖啡 麦当劳调经典美式咖啡是大师青条 而摩斯则是标榜咖啡豆是高山手彩豆 另外肯德基则是主推研磨县主 100%阿拉比卡咖啡豆 不止口味精挑细选 连优惠也拼很大 像麦当劳新口味咖啡 刚推出的三天买一送一 摩斯则是到11月底 新口味咖啡特价49元 肯德基则是全时段续杯半价特惠 在早餐的时候都是 其实选用咖啡的消费者还蛮多的 还有下午大家也是来个甜点 然后配个咖啡 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模式 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评价咖啡进入歌喉站 战场也延烧到素食业 原本定位在素食付餐的咖啡 也不断推陈出新想学头 拼价格吸引顾客 就是看准一年高达200亿的咖啡双息 中文新闻 刘一秀刘佳慧 台北报道